这个更正一下 上一次弄错了 上一次错了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更正成这个样子 上一次是写成F等于2π of omega 其实那个是period 因为我们常常用period 所以会把它写错 更正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们呢 就看电流产生的磁场 电流 带有电流的导体 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带有电流的导体 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比如说这是一个导体 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电流电荷载体 像这个是正电荷 这个是负电荷 当Curring Density的方向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那就表示在正电的这个载体 往这个方向跑 带负电的载体呢 往这个方向跑 OK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导体 带有电流的导体 放在磁场里面 这个打叉的就是磁场 摆在磁场里面 那我们就有上一次我们学过 Q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电荷是Q弯 Q弯 它带的就一个载体 它带有Q弯的电荷 那么它以V弯的速度 在磁场里的运动的话 那么它所受的力 就是Q V1 Cross B 这是一个 那么假设 这样的一个载体 它单位体积有N温个 单位体积有N温个 那现在总共有多少体积呢 那就是截面 截面积 乘上长度 DL 就是体积 那就代表 在这个体积里面 总共有这样多的 乘上N温 就这么多的载体 然后每一个载体 会受这么大的力 所以像这一类的载体 它就会受一个总力是DF1 我们 令这个力叫DF1 另外有Q2 Q2这个载体 但有Q2电量的载体 往这边跑 但是没关系 我们知道 它所受的力就是Q2 V2 Cross B 你看它是带负电 V2 Cross B 乘上一个负电 乘上一个负电 它还是朝上 所以这两个载体 所以这些力 不管正电 负电 力都是朝上 每一个带电体的力 都是朝上 好多好多的 如果有好多载体 不单只有Q1 Q2的话 那于是 那这个里头的载体 所受的力呢 就是这些力的向量和 ADL 乘上 我们可以把ADL 共同向提出来 那里头这个呢 就写成Sigma NIQI VI B是大家都一样的 那么这些不一样 那么我们把这个造写 这个Q弧里头的量呢 就是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Cross B 那就等于 这个 这个ADL沉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这一段载 这一段导体 因为有Current Density 所受的力 那么我们讲 Current Density 就是等于 电流等于 Current Density 乘A 这个是对 这个界面都很均匀的 界面 大家都一样的 才可以 要不然的话 这个要用积分 把这个J 用I over A带进去 就是AJ 等于I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 如果这个导体是一条直线的话 那么它受的力 DL长的导体 带有电流I 它所受的力 就是I DL Cross B I 你这个向量 DL DL就是电流流的方向 DL Cross B 向上 这个要记住 这个常用 常常用到 你们 现在向量跟存量 好多同学都搞不清楚 向量就要写向量 像高四定律里面 那么积分号呢 有一个圈圈 就是代表什么 封闭面的积分 好多同学没有写 那个电场I 是一个向量 也没有写向量 DAS 是它 DA是面积向量 也没有写向量 E跟DA 这两个向量 做内积 到底也没有写到 那就是你平常 没有做习题 你知道吗 我讲的东西 你回去都没有 没有懂 都没有 都没有 一点心思都没有 放在上面 才会做成这个样子 那还有这 就是一个积分号 普通的积分号 ABCDE的E 大写的E 然后DA 就好了 不是写D 它写个DA 写个A 哪有这种积分 积分呢 式子啊 积分号 大写的 英文字母1 然后大写的 英文字母A 这算什么的 这算什么东西啊 你一点心思 都没有放在上面 对不对 那记住啊 回去要 你要把它消化 要消化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题 立题就是说 有一根细导线 它当中 凹成半圆形 这两段都是直线 长度DL 这个半圆的半径 是R 摆在磁场里面 它通了电流 现在问你 这整段导线 所受的磁力 是多少 好 现在讲到磁力 我们就想磁力 如果是电荷本身的话 它就是电荷 在磁场中运动会受力 对不对 那就是Q等于V CrossB 用这个 如果是带有电流的导体 那你就要用 要用什么式子呢 要用这个 等一等我再讲 因为这直线部分 就是I L 向量 CrossB 那么这个呢 这当中这个 那就要I 乘上D I 我们要看它的 这个例 DF DF的I DL CrossB 要积分 要积分出来 我们先算这个 直线部分 直线部分 尝试DL 直线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算 IDL CrossB 如果 这个 如果是一个 DL DL 就算一个线段 它的基数 那么 这个可以当做一个 短短的直线 如果真的一个 整个都是L 长的直线 那这个DL 就可以选成L 等一等我们会导出来 好 那现在呢 那么 我们这里取一个DL DL CrossB IDL CrossB I 是常数 因为整条导线 电流都是I I 这个B厂也是均匀的 跟积分号没关系 所以 把I跟B 都放在积分号的外面 积分号里头只有DL项量 DL项量就是说 你把这个一段一段当做很长的线 一段一段DL全部加起来 因为方向都一致 它就变成L 所以一段长为L的一段导线 它的F就可以写成I L CrossB 我这么讲 你说你马上就基督就会 那天方地 天方夜谭 你回去就得要 要去思考 要去做题目 碰到错误再改正 慢慢你才会 你不要听了 就以为说 你就会了 然后我们看L CrossB L就是电流的方向 这个 L CrossB 就是向上的 向上的 就是Y方向 那么 这个就是F1 因为 这条线段 跟这条线段 情况完全一样 所以 F1的力 也就等于 这个线段所受的力 叫F3 F3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F1 等于F3 等于 IL向量 CrossB向量 我们现在看中间半圆部分所受的磁力 我们看这个图 就是半圆的 我们带这个式子 这里取一段DL 它在磁场里面 DL长 很短很短 我这是放大了 它的力就是 DL CrossB 就是这个方向 你比一下 DL CrossB 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B乘DL 乘上 DL跟B之间的夹角 是90度 Sine 90度 就是E 然后方向呢 是R Unit方向 RUnit方向 那么现在我们 把这个力 DF2 把它分成 X分量跟Y分量 把它分成分量 因为它这个力始终在改变 对不对 好 Y分量 那就是这个 力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那就等于Fsin Theta 这个F2乘3 Theta 那么 这一段呢 大小是F2 Cosin Theta 但是它跟X的方向相反 所以是负的 那么 DL呢 这是一段圆弧 弧长可以等于半径乘上 D Theta 然后把这些值啊 都带到F2里头去 它就变成 这两个气氛 OK 这个 带进来 R是常数都能提出来嘛 Sin Theta D Theta Cosin Theta Cosin Theta D Theta 这个积分 这个是零 因为这个Sin Theta D Theta Cosin Theta D Theta 的积分是Sin Theta Sin Theta Pi也是零 Sin Theta 零也是零 所以X分量就没有了 只有这个Y方向的 那么F1 F2 F3 我们都导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F等于F1加F2加F3等于2IBL加R 你把前面这个 你把前面这个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这一项 带进来 OK 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题目 两条无限长的平行导线 分别带有同方向的电流 I1跟I2 那这两个导线相距是低远 现在求这两条导线彼此 单位长度的相互作用力 因为它无限长 我们是取它的一公尺 单位长度 它相互作用力是多大 要看这个 那么我们就想 两条导线带有电流 为什么会有相互作用力 那你现在学过什么力 比如说我们学过超距离 是地球的引力 地球对物体的引力超距离 其他我们学过都是接触力 对不对 你拉一个物体 推一个物体 要碰到它才有力 那这两条导线 我们现在也不考虑它的重力 重力不会让它两个互相吸引 它也没有 一个拉力或者推力 把它推在一起 那么其他有什么力呢 我们就想到 磁力 磁力是说 带有电 带电的导体 带有电荷的一个 particle 它在磁场中运动会受力 那现在这个显然不是带电的止点 它本身是 但是它没有告诉你说 带电的止点有多少电量等等 也没有告诉你它的velocity是多少 所以绝对不是 也没有磁场 它也没有告诉你有磁场 所以这个力绝对不是QV cross B 那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直线嘛 它有电流 但是要有磁场啊 你这里没有说它有磁场啊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 这个电流 会在这个地方 产生一个磁场 这个题目应该是下一章的 下一章的 因为这个磁场 由于三马洛得出来的 我把它摆错地方了 没关系 你先记一下 就是说 这一条直导线上面有电流 它会在距离低远的这个地方呢 产生磁场 磁场就是5μ0I1 2π2 等一等我们就会讲到 OK 先用一下 这个磁场是什么方向呢 你看这是Z的方向 5的方向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安排右手定则 磁场是这个方向 磁场是 这个方向就是进入 像这个 进入紫面的 那么这个也就说 这个带有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上面 它就会受力了 它就有这个力 那我们就把I2 L呢 L就是电流流动方向的 方向 那就是L 电流是朝 Z的方向流动 ILZ cross phi 就是cross这个 然后Z cross phi Z cross phi 朝这个方向 这个力是什么方向呢 是负R的方向 就是说 它距离 它对于这条线来讲 它的position vector 是朝这一边的 所以它是朝负R的方向 那么这个 乘起来就是这个字 于是我们就知道 单位这个导线 L长的导线 有这么大的力 你把L除过来 就是单位长度的导线 所受的力 就是这么大 那这个导线呢 如果 I1跟I2是同方向 正正也是正 负负也是正 那么单位长度所受的力 就是负R的方向 就是互相吸引 如果一个正一个负 那么这两个方向相反 乘起来就是负 负负得正 这个时候的力 就是一个正R的方向 就是排斥力 这个力应该是 下一章的一个立体 因为这个 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讲 下一章就会讲到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先 先看这个 好 这个我刚刚讲过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讲 带有电流的线圈 在磁场中所受的力举 比如说这是一个线圈 带有I的一个线圈 这里有个B长 这个是向量A 就是面积向量 就是这个长宽 是A层B的这个面积 大小是A层B 方向在这里 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要跟这个面垂直 是B长呢 就是跟A夹了一个θ角 夹了一个θ角 它现在有电流 又放在这个磁场里面 它的发现方向 跟磁场夹θ角 那现在我们先看看它 因为四边都有电流 有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里面会受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看这个力是多大 你看这个B长等于X方向 X方向我们是定成 B长我们把这个 这个定成X方向 好 这个两个像样夹角是C 它我们刚刚说过 好 F等于I L cross B 你看这个 这一条线 I乘上L R跟电流一样 Cross B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I 它的长度呢 这个B 不是这个长 这个B是这个 像样 长度是这个 I乘上AZ A 转动的方向 通常我们都当作是Z的方向 那跟它垂直的这个方向 我们当作X方向 那么Z cross A就是Y的方向 OK Y的方向 就是这个受力 受力呢 是朝 你看我们可以比一下 I 这是D A A就是这个方向 A这个方向 A这个方向 朝 B的方向 弯曲 那这个 就是Y的方向 因为 X X Y Z 这三个轴 互相追致 那么左边呢 左边因为电流是朝下 所以啊 这个是负的 那么它就是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大小还是一样 那么这一对立啊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可是 它们 作用线不同一条 你看 这个作用线 跟这个不同一条 所以呢 作用线不同一条 所以这两个是一对的力举 力举 OK 那么 上下的 这个B I B Cross Cross 这个大B 那它就是朝上的力 那么这个 I Cross B 朝下 这两个力啊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且有相同的作用线 相同的作用线 所以这个 这两个力 合力呢 就等于零 合力等于零 但是 这一对合力等于零 但是这一对合力虽然是零 可是它有力举哦 因为它是一对利偶 利偶 所以这个利偶的tok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力的大小 乘上这两个力之间的垂直距离 除以致距离就是b 就是b 那它等于b 乘上fr 然后 这两个夹角是θ 这个夹角跟这个夹角 是θ 因为 这一条线 跟a 处置 s跟b处置 所以 这个角 等于这个角 所以tok 等于这么大 iab s跟c 方向是朝 z的方向 如果这个线圈 它不是像这样的单一线圈 它有n扎的话呢 那么tok就等于 负z nib 就是这个乘一个n 就好 这么多扎 就是n 就是这个tok的n倍 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原理呢 这就是马达的原理 马达 那个马达里面的线圈 它绝对不是单一线圈 它那个变线圈 让我晓得多少圈 ok 好 现在我们介绍一个 新的一个名词 假如这里有一个线圈 电流 每一圈电流是i 总共有n扎线圈 那这个a呢 就是这个面 的面积向量 于是啊 我们就定义mu 等于nia mu 等于 电流 乘上面积向量 乘上 n张 这就叫做 这个叫做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叫磁偶极矩 我们简称就是 磁矩 磁矩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你看 n i a b si c 这就是 我们刚刚那个 长方形线圈的tok 对不对 就是它有 有n扎电流 界面就是a 在磁场里面 它的a跟b的方向呢 夹 θ角 就是它的tok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 这个z 啊 放到a上面 a上面 就是a 面积向量 就是z的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 这里是我先不想 先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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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 这个 nu 称称 the univector 就是这个 向量 tok 就可以 写成这样 所以 带有电流的线圈 要记住 它会有一个 偶极矩 磁偶极矩 或者叫做 磁矩 磁矩 这一定要记 这很重要 一定要记起来 那么它在磁场里面呢 就是等于 磁矩 cross b 有的书上 它不是用mu 它是用小写的m 加一个向量 这也很普通 很多教科书是用那个 m 加一个向量 ok 好 那么 这个 是我们以前讲过 以前好像讲一个类似的 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磁偶极矩 以前我们不是讲过一个电偶极矩吗 p嘛 对不对 p p cross b p cross e 就是 就是 电偶极矩 不是 电偶极瘦的外力 瘦的力矩 电偶极矩 那现在这个呢 如果是磁偶极 这个换成这个b厂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 磁偶极 在磁厂里面所受的token 力矩 好 那么这个力矩啊 摆在 均匀的磁场里面呢 它会受力 你看 m cross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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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这么转 这么转 方向是进入黑白面的 它是这么转 这么转 就会把这个 本来这个方向 就会转到这个方向来 这就跟我们以前的电偶极 很类似 如果有一个电偶极 它的偶极矩 是b 那么再放在均匀电场里面呢 它也会旋转 旋转到它的电偶极 跟磁场 跟电场的方向一致 好 那 它最后会 转到这个位置来 OK 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狮子 没有出来 有一个狮子 没有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它这个行为 跟电偶极 跟电偶极 在电场里面的行为 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跟电偶极 来做一个比较 此偶极矩 在均匀电场中 受的例句是这个 电偶极 电偶极矩 就是p 在均匀电场中 所受的例句是这个 这不是 心态都一样吗 对不对 以前我们学过 调极矩 在电场中的位能 我们证明是这个 因为它会 自己会转过来 如果你把它 移到某一个角度的话 你必须做工 这个做工 它会 再把工释放出来 变成它的电位能 同理 跟这个一样 我们就不再倒塌了 那么我们发现 这potential energy 这一是代表potential energy 就是说 磁偶极 在均匀磁场中 它的位能 可以写成 -mu dot b -mu dot b -mu dot b 你们现在要特别注意 这个向量不可以省 这个xx 这个dot 不能随便写 很多向量 你都不写这个箭头 好多同学这个样子 那你这个怎么学的好 向量纯量都考不清楚 你怎么学的好 千万要注意哈 我们这个月23号大概是 这个体中考哈 这个都是要考的 在考的范围里头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 比如说右图有个长方形的线圈 像这个 8厘米 6厘米 这个装置呢 它放在一个均匀的磁场里面 这个磁场的大小 像这个 磁场 磁场方向朝x轴 大小是0.2个 Weber per meter square 我们学过磁场叫做Tesla 对不对 Tesla 另外有一个单位叫Weber per meter square 等等我们就会讲到哈 方向跟x轴 平行 就是B长 求这个线圈 因为带有电流的线圈 在磁场里面会受力 会有力矩啊 这个力矩是多少呢 好 那现在我们就用 我们首先 我觉得这个式子啊 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们做题目啊 这个 长方形这个线圈 送的力矩 应该是m cross b 所以啊 你如果一段一段的导线去算它的力 再算它的力矩也可以啊 那那个就太笨了 我们已经用那种方法算出来 它有一个mu嘛 对不对 所以直接用mu cross b 所以我们 你真正做题目 你真正做题目 第一个式子写出来是这个式子 不是这个式子 因为我这个立题啊 我可以写啊 这样安排比较省一些空间啊 好 那你知道tog 他等于mu cross b b有了 方向也有了 mu是什么呢 mu是这个线圈的 磁偶极矩 叫磁矩 磁矩 就是NIA N扎现在N等于E 电流是10安培 方向就是跟这个面电流 电流是这样流的 方向朝这边 这个什么方向呢 你看 它跟这个面 夹90度 所以它跟X轴是夹多少 60度 所以它跟B厂啊 夹的是60度 好 看方向 mu cross b mu cross b 超-y的方向 好 这个都有了 我们就把这个值都带进去 mu已经算出来了 对不对 mu算出来了 mu就是NIA A就是8公分乘上6公分 带进去 360度 二分之更好3 最后是等于这么大 我这里讲的都很快 很多很多同学你跟不上 你不能马上就理解 那你回去呢 要再仔细的看讲义 讲义就是大部分就跟我讲的一样 把这个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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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我们就讲到这里 没用 在一旦 没用 是 有